這個位於北京六環外的停車場 每天上班時間都有不少住在河北的外地車司機 特意來這裡泊車,再轉地鐵入北京市上班 9點開車過來挺好,9點半吧,9點30多換地鐵 裡邊多堵啊,再開車辦進行證,跟那直接換成地鐵,方便 他們的車掛著外地車牌,所以來到這裡就要止步 要再入北京市中心,就要申請進行證 不過他們遲些就連這個停車場都無法拍攝 因為北京政府推出新規定,明年11月起 外地車要進入停車場所在的通州區和六環內 必須申請進行證,並且限制一年最多申請12次 每次有效期是7天,即是說每輛外地車 一年剩84天可以駕入北京市 你要促行就不方便了,尤其像我們北塞線 基本上公交這一塊不是太發達 以為限隔的時間也比較長 那就有所考慮和動作,或者離開北京 搬到北京住去了 那生活費不就更貴了嗎 那沒辦法呀 那要我開車天天罰款的話,就不更貴嗎 那究竟不開車要搞多久呢? 我們嘗試乘搭巴士比較一下 我們等了接近一個小時,巴士才終於來到 之後還要暫暫停,才去到停車場 測試之後呢,由大廠去到這個停車場 搭巴士比駕駛的時間足足耐多一倍這麼多 外地車既然不駕駛得,搭巴士又要這麼久 那為什麼不直接申請一個北京牌呢? 北京市公安局解釋,推出新規定 是因為越來越多車主返鄉下搞外地車牌 然後利用進京證來避過申請北京牌的抽籤機制 令到市內交通更加濟濕 有學者就認為新的進京證規定原意雖然是好 但做法愚蠢 由於限購和限行 那麼現在北京市有很多人不得不採用 這個外地的牌照來行駛 所有這些限購和限行的政策 客觀上促使人們增加了買車的衝動 增加了買車的數量 現在北京市我認為最好的辦法是 第一,儘快從城市的規劃上 特別是在功能的調整上 做一些重大的一些調整 減少一些交通的擁堵點 使得北京真正地做到多中心化 能夠在郊區去找到一些緩解交通擁堵的空間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